8億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Lura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 你要賣多少又來啦 今天來什麼車 2022年的雷克薩斯UX 跑這麼小台應該UX UX最小台 CT在UX嘛 然後呢大家一定講啦 UX多少 一定會猜250H 但是你看這個節能蓋有沒有看到 很像節能蓋的Lanking 這到底是 欸 鋪鋪的 把鋪鋪做成像塑膏也不簡單 我告訴你 萬中學1UX310 欸 雙鴨 1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這麼厲害喔 Electronic 電喔 我記得以前課本電子學 好像也是Electronic 這麼厲害 是什麼科系的啦 四船啊 四船是什麼東西 四輪傳動 對 四船 細長 四驅 對啊 有四驅科 專門就研究四輪傳動的 對對對 壁虎啦 Quattro 要不然你說叫什麼啦 視覺傳達 喔 視覺傳達喔 對啦 喔 我以為是那個咧 四個傳播 我跟你講 什麼200 什麼250 那個都不夠看 我們直接300的 310 看一下 欸 不是 它不是Electronic 喔 對 欸 它是Electronic Electronic 電 那Electronic是什麼 不知道 UX 媽的 我們這個 學到了 電子的啦 來看一下 欸 長得有不一樣的地方嗎 我就問 這個我跟你講 我從來沒估過 坦白說 我連有這個車我都不曉得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UX有出純電的咧 二手車達人小失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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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個 曾經的 老車那個我比較熟 現在新的我都搞不清楚 喔 真是喔 我認真講 被時代的洪流給衝動 對對對 我們這個 這個要老實說 你叫我到 雅虎騎摩聊天室聊天可以 你現在叫我到Train上面 我是不會 不太會用 Train 討拍啊 Thread 舌頭要兩個牙齒要咬著 舌頭 喔 舌頭要快速 Thread 抽回來 喔 TH嘛 哇 音鑰 這樣 因為 一點口水噴出來才是標準的 是這樣 欸 不是啦 好 新車喔 我剛查了一下 也是不便宜 欸 很貴 以電車來講 因為你看你想想看喔 電車現在 已經百萬內了 還有納智傑假的百萬內 一開始出來說 百萬內 百萬內 可是要先訂 沒訂就漲價 還是超過100 我覺得現在的電動車 已經變成什麼 iPhone 電子產品一樣 iPhone剛買的時候 哇 三四萬四五萬 過了一年 Pro出來了 你馬上就折半 所以你看 電動車 它這個是 2022年的 我相信它里程 一定跟現在里程沒得比 續航里程 聽起來很多對不對 可是它打七折 這樣是什麼 它類似是這個 基金公司的 習慣 一點點什麼NEDCA 成一點七 我們直接抓點七了 我們不用給它面子 也不用期待 它會用更大的單位 不可能 10622 10622 2022年開一萬不多 不多 兩年嘛 2月領牌 111年2月領牌 現在113年 剛好兩年超過四個月 我就問 來來來 我們來猜一下 猜一下咖啡 什麼咖啡 你覺得UX310的引擎蓋裡面 是行李箱 還是裡面有東西 欸 好問題對不對 好問題欸 因為它不是油電嗎 對啊 如果油電就有東西了嘛 對 有引擎啊 我們老的 浪小的啊 我覺得是行李箱 行李箱 好 那我就是猜有東西 好 我本來就有點想猜有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 以它的尿性 我覺得 它這個平台 原本應該是油電車平台 它只是把它裝 對啊 它這個不是純 換湯不換藥 它不是純電平台喔 你現在MG4特斯拉 為了電動車 來做這個 底盤嘛 那你說 它可以去拿 MGHS來 倒電池 對不對 就變電動車啊 這個就是 同平台共用嘛 你有假設 如果這個B力4S 是RAV4拿來裝電池 所以你覺得它 我覺得 有可能 前面有東西啦 好啦 堵啦 咖啡啦 好不好 聽巴巴 唉唷 這個聲音聽起來 怎樣 聽起來 有行李箱 開講囉 好 我來偷摸一下 我摸不出來 YA YA 我就說以它的尿性 對不對 這共用平台 你是在 看到沒有 它是電池耶 你看它還是 你看它故意還把它電 做一個平台把它電起來 它根本就 其實用不到那麼大的位置 下面這個替方是底座而已 天津電裝電池有限公司 天津的 天津 哇 哇 天津飯 天津大爺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那有一個人要跳樓 嘿 年輕人 你要告訴你啊 沒有什麼事情啊 是過不去的 好不好 你告訴你啊 天津合住 無法吵 你有沒有聽過那個 沒有 你告訴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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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一個人 空間 空間 所以像一般的車 有可能把這個東西 坐到底下去 我為什麼會這樣猜測 就是因為它是共用平台的 所以其實它很多這種 電池的散熱啊 跟油電這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它還是套用它UX原本汽油的平台 然後來把它換成電車 你說這叫尿性 尿性的意思是哪裡 你知道嗎 它是負面的喔 是負面的啊 不然你以為 哇 你現在 個人 著劣的看法 喔 小小著劍 我們的看法呢 就跟這個 看汽油車 一樣 這樣看就好了 首先就是一樣看 引擎蓋的膠 跟引擎蓋的螺絲 有沒有轉過 尖角的地方 不能有轉動 一樣看一下葉子板螺絲 它這都封成這樣 水箱架沒有問題 看裡面的漆面都沒有問題 不過它這相對容易看啦 因為它很空嘛 所以你看 梁直接我都摸到了 它如果是引擎的狀態 我們實在很難摸到梁 這就是梁 有沒有看到 這個框框 就是它的水箱的架子 它就鎖在這 水箱支架 然後水箱就在水箱支架上面 這風扇前面就是水箱 而且你要看它梁有沒有撞到 你就看這個螺絲就知道了 甚至另外一頭的螺絲 這個是固定的 要看另外一頭 要從哪邊看 看不到 正面就看不到 對啊 因為它螺絲長在那一頭 它這是固定的 在焊石 看點也可以啊 看漆的顏色 新舊也可以啊 看顏色是不是同一個時期的 就OK了 好 前面沒有撞 好 車頭OK 再來看一下門 好 有焦 硬焦 都沒轉過 裡面的 一瓶都快會看了 你看 有沒有 大概就這樣而已嘛 焦 用這個手指頭壓一下焦 開門的時候邊壓 後車廂蓋 它有電尾嗎 現在是星期五 完喪 你是不是快受不起來 我們輕輕升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在那邊 那封城這樣要怎麼看 看這邊啦 OK啦 其實都原來的 好啦 後車廂蓋看完了啦 沒有怎樣啦 欸 這個就插頭 你看 這應該J1772跟我們Leave一樣 日規第一代的 蛤 它還是J1772的喔 什麼意思 J1772是慢充 就是最舊的插頭 日規最舊的插頭 欸 這邊有一個蓋子耶 唉唷 欸 所以它兩邊都有耶 這個就是J1772 那那邊是什麼 一個是AC慢充嘛 欸 這直流快充咧 它有快充咧 這那個車廂蓋 小DEMO就是日規的DC快充 那一邊是日規的AC慢充 你想要DC什麼 DC直流變頻冷氣嗎 DC就是那個啊 直流嘛 交流直流嘛 超冷點蝠俠那一邊 喔喔喔喔喔是這個 DC變頻冷氣就是直流變頻冷氣 對喔 所以一邊就是直流電 一邊是交流電 AC就是交流電 家裡的電就是AC的 那現在很多東西都要轉DC的 這個就是跟我以前學Electronic 就有關係的啦 喔你是電子的喔 欸 當然啦 我電電子的 電子回頭 IV IV就是什麼 V V除以I就是R 你知道嗎 這個電壓除以電流 就等於歐盟 電阻 應該是吧 好不好 所以它有支援這個交流跟直流 好 OK 原版件 欸來來來 說到原版件 我跟你說 我剛才有客人 可能會說 欸小師啊 我跟你買這個車啊 原廠跟我說 後面有撞過 你那時候不是跟我說原版件嗎 來反應啦 中古車是這樣子 所謂的原版件 就是版件沒有更換 但是呢 你買的是一台中古車 隨便也好幾年了 你說有沒有板金跟烤漆過 多多少少 多多少 所以呢 站在我們的立場 那這個叫做 定型化契約上面 也是以這個為標準 來界定說 是不是世故車 對不對 那人可以來 小師啊 你 網紅啊 沒有我這台車 當初告訴我 沒有世故喔 我去原廠過 說後面有板金烤漆過 那是賣我世故車啦 怎麼樣 欸真的有人會這樣喔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真的假的 不是領著的 是狗著的 狗 喔 有狗著的 這個在這邊 統一讓 這個觀眾 消費者知道 不是我們騙你 而且定型化契約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網路上查那個行政院 還是內政部 幹人家到底是哪一個 單位立足的 反正就是中古車 定型化契約你去找 它只會讓我們勾選說 有沒有更換板件 換過哪些板件 你如果說今天 有板金烤漆 它是一個會影響 價值的事情的時候 它定型化契約 應該就會寫 有無 板金烤漆 我們就要勾 有板金烤漆 哪裡 所以就代表說 在一個法律的界定上面 跟我們二手車的一個認定上面 車子有考過期 有綁過金 不算是世故車 只能這樣講 不是說它沒有撞過 它有可能有差撞過 只是沒那麼嚴重 因為要很嚴重 到沒辦法板金 才會換 我們在法律上的認定 就以換 來界定說 它算不算 嚴重的碰撞 嚴重才會換掉 不能修 不能板金了 板金師傅 敲敲敲 點跟煙敲敲 它敲得出來 那就代表不嚴重 但是如果那個老師傅 一看 你這個不求 你怎麼換掉 不出來了 第一個有兩個情形 藍的板 一片葉子 對他們而言 三千塊的東西而已 說三明三日 收你三明三日 你知道那個板金師傅的 那個薪水額 老師傅都是六位數 你又有來了 你讓他這樣敲三天划算嗎 一片葉子板換新的 來 較料可能三千塊 螺絲五顆 謝一謝 新的五顆所為去 烤漆 好了 因為烤漆不是板金師傅考 就最後給分機了 不用在那邊 咚咚咚咚咚咚 你的意思有沒有 第二個是真的太嚴重 真的很嚴重 板不回來 它就叫你換掉 那第三個就是什麼 保險出險換掉 反正保險公司出啊 就會跟客人講說 沒關係啦 那保險公司會出 它也省時間 請錢又快又容易 所以呢 跟大家在這邊 看小吃長知識嘛 你要賣多少 一直以來的 傳達大家這個 車子方面的知識 對不對 所以這個 目前法律上的界定 就是 還能板卡我們就不嚴重 所以我們不斷的在直播影片 或是影片在跟大家講 如果你車票已經被插撞到了 如果能夠板的 就盡量不要換掉 因為你以後日後在賣的時候 車商就是以 你有沒有被切 有沒有被換掉的板金 來認定你的車的 碰撞是嚴重或不嚴重 算不算事故 因為我們也要跟下一個這樣講 如果你是換過的 不好意思 我們只好跟下一個 不好意思撞過 有換掉 那下一個人也不會管你說 是出險 還是真的很嚴重 下一個他想像空間無限大 他買的人他會不認識 但下一個人不一定相信我 駝色內裝 我記得那時候 我有一個影響 我記得有白色內裝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來上來 處理一下 按一下 哈 喔唷 銀冰耶 銀冰耶 你看 可行駛距離 有沒有 多少 目前 剩169R 它的電是用油表來表示 傳統油表的概念 但是你看它這個油箱是一個插頭 那會不會下降很快 我等一下問車主 它會這樣 收 就是跟泰山的野馬一樣 油門不會看得到油那個 有漩渦 時速也在動 轉速也在動 但油表你也看得到在動 油門補下去 你就看到 哇幹什麼指針都在動 你來一組 哇這兩個很帥 Sport 防滑的 用純的 那個是 像法沾的概念 然後雙 雙區恆溫 然後這個 就是用撥的 有CD插槽 電熱耶 方向盤加熱 電冷 通風椅 有沒有 冷熱都有 還有方向盤是加熱 方向盤沒有通風 有方向盤通風 沒有 怎麼沒有那種 你在打的時候 這個方向盤裡面一直有風 然後吹在手心 這樣好像蠻爽的 你會不會有這個東西 我覺得以後 冰涼方向盤 應該會有 我最討厭這個東西 那一直回到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 做這個是他媽的 第一個很浪費位置 它這邊做一個置物盒 我都覺得比這個還要好 比較實用一點 對啊 我是絕對不會去刷 它按鈕是做這樣 很忙 開車很忙 左右周圍全部都是按鈕 手排車 所以你要這樣手放著 然後還這樣 上面有三個按鈕 側邊又有兩個 像DJ的 嘍 嘩嘩嘩嘩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打打打打打 好那這裡有一根 這個小懶轎 這邊有一個 AutoHot做的很突兀 就是這邊 本來一片荒蕪 然後就忽然中了一個 Hot在這邊 這設計師是女生 你知道嗎 UX的設計師是女生 對啊 真的假的 他之前這台出來的時候 有特別講 他還說這是像髮簪有沒有 穿古代的女性 髮簪 難怪 可能我們不懂女人的心 你是用你覺得去覺得別人 對對對 他們很細心 我們可能比較 我們要出資大業 太出資大業了 我們太出資大業了 我們會覺得這個設計很多餘 這跟男生跟女生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又要講 看小市長 男生跟女生 最容易吵架的地方是哪裡 你知道嗎 價值觀喔 IKEA 為什麼 去IKEA 十次有八次要吵架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就想要直接找到那個東西 買了就走對不對 不是 不是怪我的問題 我跟你講 女孩子比較細心 他們要注重這個細節嘛 比較浪漫 整體氛圍搭不搭 跟家裡 你要買家具 跟家裡搭不搭 男生是什麼 功能性 可能桌子就是能放東西就好了 不管他什麼顏色 什麼材質 有沒有 去了就買了 就是可以放 不會倒 OK買 要走了 然後女生就會說 等一下 對 他這個不搭 跟客廳不搭嘛 不搭 有個梗圖嘛 廁所裡面女生有沒有 這個是洗髮精 潤髮精 卸妝用的 洗臉潔淨用的 這個是保濕用 一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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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只有一罐 男生一罐有沒有 洗頭 洗臉 洗衣服 洗屁眼 洗馬眼 洗車 洗碗 男生一罐就好了 對 所以這是男生女生的差異 好不好 所以這個因為他是女性設計師 細心 我們不理解 他是怎麼設計的 我們再拉他去客人 等我們太久 我們應該講了 好不好快一小時 剪片的人 現在應該在幹膠面 不知道該留還不該留 我以為他這個是皺調 不是耶 側面看好像皺調 人家那是細心 不過這根我覺得做得蠻好看的 雖然是塑膠 有點輕 然後這個都是塑膠 硬塑膠 軟塑膠 這個是平 硬塑膠 硬塑膠 高級Toyota就是 你看他這個膠條有夠厚 他電動車已經夠彎近了 他這台做那麼厚 隔音很好 然後這裡也有 有沒有 隔音棉都很敢給 所以Lensers的隔音的確用料 都比較好 有出風口耶 雖然小崩小套有出風口 而且後面那兩個燈亮著是什麼 5C吧 這加熱椅 沒有通風喔 沒有通風 他只是溫度給你選 Law跟High 這個電動車這個買了會不會剉賽 電車一直出新的 推程出新 越來越便宜 iPhone你現在買 半年沒賣掉 明年出新的就剉賽 容量也輸人家 科技 配備軟體全部都輸人家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以後 電動車折價應該會很可怕 你想想看 你現在一台iPhone9 還有人要買 沒有 可是iPhone9 幾年前 6年前 5、6年而已 對不對 已經退流行 不要說iPhone9 現在15對不對 iPhone12還有人要買 我就問 大家都會想要買最新 對啊 我了不起我買13、14 我買到12去 12說實在才3年 但是聽起來好像很久 對 但其實才3年 我跟你講 科技產品真的就是這樣 蠻粗的 不過也還好沒有怎樣 還蠻黑的啦 好像就髒而已 沒有在打蠟 都沒有蠟 好 那我們來跟車主研究一下 2022年的 雷克薩斯310 最近電車買著買著 好像對他有點興趣 好我們來跟車主研究 就討論一下他怎麼要賣 那價錢等一下再研究 好 待會回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好 首先呢 他要賣是因為用不到了 開車越來越少 兩年才開1萬 之後呢 還會再更少 他都只有開四區而已啦 然後呢 他充電都在家裡充 就是用後面的插頭 他家裡110人 就直接插沖 好他家是透天的 我跟你講電動車就是最適合透天 你不用在那邊管委會 給不給車充電裝委 真的 透天的媽都不會 要裝幾根就裝幾根 不爽 打電話叫台電來 拉一根他媽電火條 假的路會電火條 好不好 然後跟阿力正站好 你有沒有聽過嗎 沒有 這誰的哥 阿谷啊 顏正國你知道嗎 知道喔 顏正國會導演 年輕人的阿 年輕人的阿 對對對 裡面那個電源聲帶 然後呢 這個里程我問他了 充飽呢 我們講他說充飽電顯示只有380 280而已 蛤300多不到 我說欸他差太多了吧 他也研究過這問題 他說他覺得就是 雖然他顯示280 但是他掉非常慢 你說他有點其實不準 對他是不準的 他說其實通常開到300多 是沒問題 他雖然顯示280 可是他掉得很慢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的 電門的那個形式回充夠多的話 你有可能你開了10公里 你買280嘛 你開了10公里 他其實剩275 他才掉5而已 你了解我 我表達了 這是車主說的啦 好啦最後 價錢對不對 我問了同行沒有人買 你要當第一個喔 當然啦 當第一個才刺激啊 我們是常常都要做這種刺激的事 白老鼠 韭菜嘛 我跟你講這個二手車的電車 我現在市場上看啦 我坦白說 我這樣看起來啊 真的除了喔 特斯拉啦 特斯拉有很多同行敢買 其他那種BZ啊 有的沒的 那真的沒什麼人敢收耶 我真的是這樣啦 今天基本上這台車 我覺得多少錢我都會想要跟他買回來 反正我們一些預算拿來當 開箱嘛 好啦 那我們就是來跟大家 研究一下啦 反正買一台試試看 然後順便開箱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馬上回來 好啦 反正我們已經搞定了啦 好不好 買回來 開箱 然後開幾天 測試一下 多少錢耶 你猜猜 我說欸你想賣多少 他說110 我說不是啊 現在特斯拉也差不多是這個錢 特斯拉續航里程比你多多了吧 欸特斯拉可以開多少 喔特斯拉隨便也要五百六百去玩 五百啦五百 應該有五百 最少五百 我們那個才賣多少 你知道我們 我記得現在特斯拉二一年二二年左右 都大概一百二左右而已 我跟你講再幹掉一堆電動車了啦 我覺得我們沒買過的時候 我們朝一個司法方向 這個車 回來 我們要賺多少 一到兩成 如果一百萬來說就十萬到二十萬 二十萬我絕不可能 賺個十五萬好了 舉例啦 我們假設賺個十五萬 如果你賣一百二 二二的特斯拉也差不多一百二 我跟你講特斯拉是比較好賣的 這台車 當然有些人有雷克薩斯情節啦 但是以 你如果想要 入手電動車來說 特斯拉一定是一個標竿嘛 一定是會被拿出來比較的吧 所以呢你這樣一比起來 感覺好像跟特斯拉沒有競爭力 所以我認為 我們回來要賣一百二有困難 好那我們假設回來 我們賣一百一十萬好了 我們賣一百一十萬 跟二二年的特斯拉有十萬架差 感覺有那麼一點點的誘因了吧 那一百一十萬 總共是要我跟他出多少 九十五嘛 離被打子 對啊 我出96%被打 所以我出95 反正都要被打了 對不對 如果以這個 他的對手來看 你真的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第一個你的大小 講難聽也 現在MG4又當道 里程又四五百去了 對MG4 然後又一百一十八萬新的 那你這一台你要賣一百二 雖然雷克薩斯跟MG是不同的東西 但是問題價錢是一樣的時候 就會有比較 好所以我這樣思考一下 現在的電動車市面上的里程啊 口碑啊等等 當然一個是國產市鏡頭 當然不能這樣比 交易者買車 你原本就是會多方考量 有時候品牌不一定是最首要的 有時候實用反而也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跟你講 講到電動車來 已經不太有以前的所謂引擎的科技的問題 變速箱會不會出問題 引擎會不會吃機油 再電動車就沒了嘛 你看現在Mini出電動車 我就覺得很想買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吃機油 他再也不會吃機油 再也不會壞迷胸了嘛 即使是Mini問題就沒那麼多 所以BMW也要換你 你看他電車出得多爽 一出一出一出耶 這邊挨插幾挨插幾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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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 對你挨不完嘛 好啦反正我是用這樣去想 所以我覺得出95合情合理 但是我們經過一般溝通 資格95嘛 那乾脆100嘛 是不是 真的客人真的有這樣講嗎 對不對 沒有啦 我們很醜化客人 最後是怎樣 大家7788 我們成家 7788嘛 再加一點98萬 成交人家科 那回來我們做測試 開箱 拍影片 我自己再開看看 到底他這個里程數有沒有 超過這個表上面所顯示的 來跟觀眾朋友分享 好不好 那這個最後呢 2022年的 雷克薩斯 Lexus UX300E Electric 我們最後成交價格 98萬元 跟大家分享 好啦那這個 喜歡我們你要賣多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非常開啟小鈴鐺 然後呢 多多留言討論 下次見 掰掰 1-2-2-2-3-2-2-1-2-1-1-2-3-3-4-1-3-Ą-4-3-1-2-6-4-3-2-3-4-2-4-6-1-6-7-2-3-1-3-2-2-1-4-1-2-3-2-1-3-3-5-1-1-3-2-2-2-4-2-2-3-3-1-6-3-1-3-2-3-1-4-1-4-3-2-2-4-1-3-2-3-3-1-4-2-3-5-3-5-2-1-5-3-1-4-2-6-2-6-3-1-4-7-3-2-4-1-8-0-2-5- 麥克爾傑克森 就類似那種有唱也有說 最早的台語說唱的感覺 李宗盛啊 有沒有 17歲女神 等問了 其實是和那個的 每天去秋 每天去秋 什麼秋 每天去秋 每天去秋 李宗盛 每天去秋 我都已經白了頭 他有這首歌啊 頭冒在笑 你滿聽的 為什麼都聽比較不正經的 頭冒在笑你在那個 版本什麼跟別人不一樣 看為什麼叫李宗盛 因為那個 說唱啦 八億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